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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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由于这位大妈刚好参与过短信中提到的电视节目 心里毫无防备 再加上骗子每次要钱的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所以善良的大妈就中了骗子的圈套 诈骗通话跟他说 这个标题物不是都是现金 其中有笔记本 我们要把笔记本拍卖折合成现金 一块给你汇 你还要交拍卖费 然后诈骗通话跟他说 因为中奖人很多 我们的财务非常忙 如果你要想加级 你得交一笔加级费 那这个施主在联系的过程当中 又没有警觉 诈骗通话又认为他非常好骗 可是他自己就没有词了 编不出词了 没有办法 就跟那师父说 那师父说 分完了 把那电话给我 这个师父想好 就算好什么那种 就是我能够让你参加这个节目 我什么时候参加这个节目 我正在给你联系 因为这前几期都拍嘛 参加了节目以后 我还能请这主持人跟你一块吃饭 一块告诉你 这个贝海一听 这好啊 这比我参加节目要好多了 然后又给他回签 回签以后 后来还是编 就是主持人可以去参加一些活动啊 跟你一起去啊 到后来这个师父也编不出来吃 说这样啊 你再给我会五万块钱 咱们这事就算结束了 这贝海人说 我已经一会五万块钱 我跟你们说我就是一骗子 贝海人当时接受我 怎么可能呢 你怎么可能是骗子 我真的骗子 不可能你是骗子 我就是一个骗子 经过了九天的侦查 警方将涉案的两个诈骗团伙 共七名犯罪型医人抓获 涉案金额高达三百多万元 警方表示 但是在其他的抓获相当 犯罪型医人 还在不断的对其他的市主实施诈骗 在抓的时候 还不断的有电话打进去 其中有一个贵州的 拿起来电话问我 我是中奖 我说如果天上掉了一个馅饼 你接得过吗 当时这个对方说 我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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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样的一条短信 让孙大爷上当受骗 400电话到底暗藏着怎样的秘密 银案365老年人缝片系列之 坑前的电话正在播出 其实仔细分析一下 您就会发现这些骗子 他们还是非常的有心计的 对于这个电视节目 也有很深刻的研究 他们天天盯着屏幕看 什么样的节目火了 他们就编造什么样的谎言 有中央电视台 我要上春晚 有其他卫视的一些 什么相亲的节目 选秀的节目 儿童的节目 等等 当然 这骗子们 可不天天坐在电视机前 拿着遥控去看电视 他们很多事情 都能想出骗人的招数 马上到了春运了 连春运这事 骗子们都想参与 眼看就要过年了 孙大爷的儿子 在网上订了一张机票 准备接孙大爷到海南过年 你有新的消息 请注意查收 尊敬的旅客您好 您所乘坐的航班应故取消 收到短信后 请与我公司联系 为您办理退改签手续 退票全额退款 令多退一百元 改签需要缴纳二十元手续费 孙大爷 孙大爷收到短信后 立刻给儿子打电话 可是打了几次 一直没打通 孙大爷就自己拨打了短信上的客服电话 客服问孙大爷 您是要退款还是改签呢 孙大爷说 那就改签吧 客服要求孙大爷 把手续费和机票的价格一起汇过去 说是先改签买新的机票 然后再把旧的退还 不然怕没有座位了 孙大爷记下了对方的账号 按照对方说的 去自动提款机 如数把钱转到了对方的账号 可对方却再也联系不上 对方的电话当中说的 这个又都是术语 这些不由得让孙大爷不相信 可是这一趟可不便宜 里外里损失了两千多块钱 孩子赶快给航空公司打电话 确认一问没这事 这钱就打了水漂了 这骗子多可恨 还有人说了 那您要是选择退票呢 选择退票更麻烦 因为您要选择退票 对方就会跟你打电话来说 您得报您的身份证号 您得告诉我们一个您的银行卡号 我们好敢给您办理退票 把这钱退给您 这下坏了 您的身份证 银行卡 这些信息就全都泄露了 对方再经过一些简单的操作 那您这卡里可就一分钱都不上了 你说这些骗子有多可恶 当然在现实生活当中 很多人都遇到过这种航空公司 打来电话 可能需要这个机票退改签 那我们就有点真假难辩了 这个李逵跟李鬼 到底怎么识别他们呢 在航班因天气或航空公司等非个人原因出现延误或更改 都会由航空公司或订票公司直接打电话与乘客联系 而且不会在短信中标明退改签的价格 在非个人原因情况下航班出现变动 航空公司是不会收取退改签费用的 退票更不会多退金额 许多中奖信息和诈骗短信中出现已400开头的电话 并非都是经过审核的官方电话 400电话和普通坐机电话几乎相同 个人即可申请 所以许多人利用此号段来混淆视听 让人误以为400电话是经过审核的官方电话 请大家在拨打400电话时谨慎查证后再拨打 选择乘坐飞机出行的人越来越多 而这类的骗局也就应运而生 所以有几招特别要提醒大家 航空公司人家都有短号95开头的 遇到退改签之类所谓的短信通知 您千万别相信什么400 直接给航空公司或者您知道您熟悉的那个订票点 再或者让孩子们去处理这个事情 反复求证 这样您就离骗局远一点了 那当然了 我们前边讲到的这一类骗局呢 还是比较简单的 下边您要看到的是一位张先生 张先生70多岁 还是个退休的工程师 遭遇到了一个连环的电信诈骗 这是怎么回事呢 到底是什么样的连环剂让它损失惨重 执法机关是否会通过电话查办案件呢 平安3655老年人缝片系列之坑钱的电话正在播出 上午九点半 儿女们都上班了 就剩张爷爷一个人在家 张爷爷正在看自己心爱的鱼缸 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电话里的人自称是武汉电信局的 对方告诉他 在武汉有个电话账户欠费三千多元 张爷爷一听急了 自己明明身在北京 哪来的武汉的变化 不可能 你少跟我胡说八道 我不可能欠个骗钱 你是一骗子 那肯定是骗子 对方表示 这很可能是有坏人窃取了身份信息 让张爷爷多加小心 没过两天 又有一名警察打来电话说 说有人利用张爷爷的身份信息 从银行骗走二百五十八万元 其中百分之十的提成二十五点八万元 给了张爷爷 他已涉嫌金融诈骗 张爷爷开始有点慌了 但还是半信半疑 随后 检察院杜检察长又打来电话 要求对张爷爷的银行卡进行监控 并让他准备接受调查 这一下张爷爷不得不信 这又是检察院又是公安局的 张爷爷为了洗清罪名 赶快赶到银行 先查了账 又按照对方说的 为了实时掌控自己账目 给自己的银行卡开通了网银和电子加密器 回到家后 张爷爷接到电话 打开电脑 按照电话里所说 把银行页面打开 插入邮盾按确认键 从未用过网银 张爷爷昏头转向 在对方一连串复杂的操作指示下 将卡内现金八十多万元 转入了对方账户 通信公司如果通知你手机欠费 通常有两种方法 第一个是打电话 但是是电脑录音下来一段完整的话 播放给您听 第二个就是发送短信 但是您要注意 发送过来的短信的号码 和打过来电话的号码 都是类似这样的专业的电话号码 除了这些号码之外 其他的号码一概不要相信 而且很多人是接到这样的电话 立刻就把它挂断了 骗子就无计可施了 可是如果像我们这位老工程师一样 您在电话里还跟他反复的交流 跟他说没这回事怎么样 那就完了 那你就踏进骗局了 为什么呢 骗子就发现有机可乘 第一个人打过来 你不相信是吗 紧接着换一个身份 警察给你打电话 你还不相信是吗 再换一个身份 检察院给你打电话 接二连三这样的电话打过来 再加上不同的身份的人 利用不同的语言 来进行刺激和恐吓 那你的心理防线一下就崩溃了 那当然了 接下来就是上当受骗 您这钱也就不属于您了 特别提醒 执法机关是不会通过电话查办案件 也不会通过电话做笔录 而且此类的电话笔录是不被法律认可的 执法人员更不会在通话中 询问他人财产 那么执法机关在执法时 会以怎样的方式通知呢 一般的都是联系当地的公安机关 当地的派出所 也可能会直接打电话 但是在打电话的内容很简单 就是约定一个时间 什么时间我们可以到哪去谈一谈 有些事情需要上天了解很简单 但是安排的地点都是 去公安机关 没有那些复杂的事情 就是涉及洗钱啊 涉及犯罪啊 在电话里面不会说这些问题 但是凡是有人 不管是通过什么形式 通过互联网 通过通讯工具 来要求事主把钱 转移到某一个账户上 或者是通过其他的方式 操作自己的账户上 这些事情一定都要去做 你的账户涉嫌起钱 将被杜截 他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来 这是典型电信照片 千万不用上当 好险 现在又没人上当 我该等了吧 电信诈骗 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已经介绍过很多 您也会发现 这类的片群 花样在不断的翻新 我们在网上做了一些搜集 网友也给大家提了行 大概有四点 我觉得这四点 还是需要您记住的 第一个就是别着急 甭管谁打来的电话 挂了电话之后多想想 您要觉得心里头担心 一定别把这事闷在心里头 跟自己的子女老伴朋友 多说一说 听听别人的意见 第二点就是 甭管谁打来的电话 您一接听觉得不对 您就挂了 什么自来水公司 煤气公司等等 他们不想让您欠费的 真有事 人家还会打来电话 第三点 涉及到个人的信息 什么身份证 生日 密码 卡号 什么都不说 您要报定一个主意 不说 打死都不说 第四点也非常的重要 一旦您发现自己陷入骗局当中 您要做的事情就是 立刻冻结自己的银行账号 然后报警 休息一会儿 是我们今天的危机一课 眼前的这一幕发生在安徽省影上县某公园附近 一名年仅五岁的小男孩被卡在了路边的一口 早已经刚哭的鸡井之中 无法动弹的他由于受到惊吓 一直在失声痛哭 即时赶到现场的安徽省复阳市 复南县消防大队的消防员立即决定 利用铁销将鸡井周围的泥土挖开 再用破拆工具将困住孩子的鸡井地敲碎 经过二十分钟的破拆 被困的小男孩被传工救出 原来今天正值幼儿园放假 孩子在路边玩耍时不慎摔倒被卡进的鸡井中 俗信孩子并没有受伤